五一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 面对疫情之后的第一个小长假 咱们人是有喜有忧啊 喜的是终于可以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忧的是什么都涨价 你说这个机票涨价咱就忍了 酒店涨价我们也能忍 更关键的是啊 有一些酒店有一些民宿 它有点太不要脸了 比如说平时你可能三百五百一间 现在呢你涨到一千块钱 不管怎么讲你是明码标价的 我负担得起呢我就去 我负担不起我就不去 谁让这个五一假期这么火爆呢 可是有一些民宿的业者非常的不要脸 有一些消费者早早提前一个月两个月 就在网站上跟他预定了房间 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没想到五一会这么火爆 所以呢相对而言民宿价格也不高 这不快到五一了吗 很多消费者突然接到民宿的电话或者邮件 人家说哎呀非常不巧啊 我们这边装修啊 还有的人说哎呀我们经营不善 我们关门了 总之就是告诉你对不起 你之前预定那个作废了啊 预定的钱我退给你 五一期间我们这关门了 不能接待你了 是真的要拆钱要倒闭吗 不是的 很多消费者上网一查 人家还在经营 人家还在经营只不过五一那几天的住宿价格大幅提高 是的人家店家耍了个小心眼他想涨价 但是他知道啊我跟你已经有合同了 你已经把订金都交给我了 我之前按低价给你了 我这个时候跟你说奖价你肯定不干 你甚至得投诉我 所以我干脆跟你讲 我要拆钱 我要倒闭 我不做民宿了 所以我退给你订金 这是妥妥的杀鸡取卵的行为啊 过去几年旅游业深受打击 很多民宿都赔了 但不是因为这样你就要用五一假期去赚一个狠的 难道你不要有一个长久的商欲吗 甚至有的地方政府现在给辖区内的酒店提要求 虽然酒店你是明码标价的 可是你在整个五一期间你涨价也不能涨得太狠 你要用三月份的平均酒店价格做基础定天了 涨个百分之三十 涨个百分之五十 千万别出现平时一百多五亿一千多的情况 要不然这就是对消费者的摧残啊